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日前 国务院通报表扬了 2016年落实国家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省市县 福建省及相关市县区共10次上榜 其中 厦门市在财政管理 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 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等方面工作突出 海舱区在落实重大政策 创造典型经验等方面成效明显 均受到国务院的表扬及相关措施激励 据了解 国务院这次表扬激励 主要涉及相关省市县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度扩大总需求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工作 厦门市共有两项工作成效明显 分别是财政预算执行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国库库管管理 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预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 完成情况就好 推动实施中国制造2025 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成效明显 国家对于货表扬的地区 也将给予实实在在的激励 今年 国务院将利用 督察收回的专项 转移支付沉淀资金等 予以奖励财政管理工作 先进典型市州 每个市州奖励资金 不低于2000万元 厦门在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布局 中国制造2025城市 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 等试点示范方面 也将获得国务院的优先支持 与此同时 海仓区去年落实 重大政策措施 成效明显 创造典型经验做法 受到国务院表扬 今年将在国务院大督察 实地督察中 受到免督察的激励 本台记者报道 作为我是软件和信息 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软件员三期建设 又有新进展 近日 软件员三期的两状研发楼 正式交付使用 截至今年三月底 软件员三期已有377家企业 进主经营 今年第一季度 园区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近50% 产业规模已初步显现 新交付的两状研发楼 位于成义大街的西侧 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 在研发楼交付使用的第三天 厦门云脉技术有限公司 就安排了装修人员进场 进行装修工作的前期准备 据介绍 云脉科技是一家从事 人工智能的重创空间 2016年 公司在厦门孵化了19个项目 其中有4个项目 入选厦门市双摆计划 公司原来在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 创新大厦足用的场地 已经不能满足孵化团队的需求 因此 在软件员三期研发楼交付使用后 公司就早早进场施工 希望将这里 打造成新的人工智能硅谷 把生物识别平台 跟人工智能领域的 软件硬件的企业吸引过来 带着他们一起去创业 一起去孵化 而且接下来 我们会办一些这种国际 省级跟市级的这种创业大赛 像云脉科技这样 选择在两栋研发楼安家的企业 共有50家 其中不乏一些从外省来的新朋友 中山达华智能集团 就购买了三层 6000多瓶的研发空间 未来集团物联网智慧技术的 研发大脑将在这里运作 我们公司是中山达华智能 在上门的二级控股指公司 那目前的话 我们买这些三层研发楼 这个中心重点在于 我们的这个在福建地域的 这个研发中心的布局 吉美它是有一个学区 所以说我们在能力资源供给 这方面是有它一定的优势 还有我们的环境 以及还有一些软商的一些 产业的优惠政策 我觉得这都有助于 我们集团企业的一个发展 从高空放盐府看 软件源三期规模雏形 已经初步显现 一幢幢研发楼外立面已落架 片区道路及绿化景观 也已基本完善 截至今年三月底 软件源三期 已有377家企业进驻经营 员工近7600人 第一季度 园区实现营业收入19.26亿元 同比增长47.14% 产业急剧发展势头良好 今年下半年 软件源三期 还将有八幢研发楼 及三幢公寓楼交付给企业 其中三幢公寓楼中 还包括一栋专家公寓楼 将为厦门吸引高端人才 提供生活保障 这个主要就是 面对海外的一些专家 或者是说企业的一些 高端人才专家 大概会有600多套 也将进一步加快 我们软件三期产业集群的 一个形成 本台记者报道 厦门自贸片区 挂牌运行两年来 坚持制度创新 与功能培育相结合 以制度创新 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有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从跨境电商产业园 了解到 接着到今天 仅跨境直购这项 正式运行才一个多月的 新业务 就累计放行货物 超过1万票 与此同时 位于海桑的两青年双创基地 也迎来了一个 新的战略合作伙伴 创业公社 预计今年将吸引 入住企业70家 4月28号下午 200多件来自澳大利亚的 进口商品 刚刚直行落地厦门 就在向宇跨境电商产业园的 一楼联合查验大厅 完成通关手续 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这次通关采用的是 海关总署的统一版系统 按三单比对模式 也就是由跨境联盟 推送订单 中外运推送物流单 易支付推送支付单 经系统比对 三个单据查验无误后 通关放行 据介绍 与网购保税进口模式相比 这种直购进口模式 无需企业在区内租赁仓库 省去了国内的仓库租赁费用 同时 这一模式按照 跨境电商货物监管 企业通关效率 能提高到一天以内 以澳大利亚热门的 奶粉保健品为例 国内消费者下单后 经空运抵达厦门 最快两到三天 就能收到货物 大大提升了 跨境消费体验 接着到今天 这项正式运行才一个多月的新业务 已经累计放行货物42批次 共计超过1万票 获值近700万元 这标志着直购进口业务 进入常态化运营 厦门口岸的跨境电商业务 即将迎来蓬勃发展 据统计去年厦门自贸片区实现跨境电商货物净出口 4200多万件 获值30.87亿人民币 增长40% 厦门良好的经济和外贸基础 独特的空港海港和对台优势 为跨境电商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 而在厦门自贸片区的海舱园区内 全国排名前10的创业生态运营商 创业公社也在这里注册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并耗资700多万元 对5400平方米的空间进行设计和装修改造 今后这里将集合办公空间 企业服务 活动路演等多种功能 成为创新创业的实体空间 路演环节亮相的 是已经入驻在创业公社的企业代表 其中台湾电商企业海鲜王 就计划以创业公社为平台 将在台湾研发成熟的业务模式 与大陆特色产品做结合 进一步开拓市场 我们在台湾这边有一个不错的食品文化 那借此我们带领到大陆这边 在地化 融合这边的一个口味 风俗民情 然后制造出两岸一球 携手制造的一个新的商品 我们希望是在三年内 能先达到在一个亿以上的销售 创业公社今年1月份市运营以来 已经接待企业243家 入住企业30家 其中包括26家福建省内科技型企业 和4家台湾科技型企业 预计到今年底 入住企业将达到70家 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大批的这种 台湾青年创业者 在这里边创业或者就业 结合我们现在政府给予的这种 普惠这种政策 优惠的这种政策 能够支撑他们通过创业公社 这一个平台 从设计环节 研发环节 一直到生产环节 我们提供一个全产链的支撑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眼下距离厦门会晤 还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从今天开始 下市新闻将推出系列报道 当好东道主奉献在岗位 我们的记者带您走访基层一线 去看看广大职工群众 如何立足岗位 以主人翁的姿态迎接厦门会晤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小俊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美丽的城市环境 便利的交通出行 周到细致的会晤服务 这些背后都离不开 广大职工的不辞辛劳 无私奉献 随着厦门会晤举办时间的 日益临近 我是广大职工群众 已经纷纷行动起来了 今天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一位 出租车司机邱国荣 上午九点 出租车司机邱国荣 开着车来到东游轮中心后客 不一会儿就迎来了两位 从古浪雨游览回来的全州游客 从东渡游轮中心 到世贸海峡双字塔 邱师傅选择的线路 是走路江道 上延武大桥 一路上 两位游客一边欣赏着 厦门美丽的滨海风光 还时不时能听到 邱师傅这个临时导游的讲解 那像这位师傅 那这样子态度比较和蔼 亲切嘛 然后今天肯定心情会好一点的 邱师傅2000年 从老家龙岩上行 来厦门开出租车 17年来 他对开车的行为规范 有着自己的要求 每次出车前 他都会整理好内饰 车子但凡有些小故障 他都会开去修理厂维修 在他看来 这既是工作的需要 也是对乘客的一份尊重 今天这边刮明天那边碰 后天搞一个监控 我认为你跑得再好 你这个钱也挣不到钱 毕竟我们做营营车 我们是职业司机 是吧 车上我们也要为乘客的安全着想 这也是很关键 邱师傅说 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 差不多10个小时 除了吃饭上洗手间 他们每天都要保持同一个姿势 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 这也考验着他们的耐心 和服务精神 让他感到骄傲的是 在过去近17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保持着零投诉的记录 在他看来 开出租车 一个是保持良好心态 不开快车 不开赌气车 更重要的是 要多与乘客沟通 如今 邱国荣已经是 银华出租车公司的 第一次之星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热心的他 加入了阳光服务队 曙光救援队 义务交警等志愿服务队伍 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最近他更忙了 邱师傅报名参加了 联前街道 为他们举办的 免费英语培训班 这次应该是 更多外国友人来到厦门 如果我们来到外国友人 我们可能 上车 我们给他 say一句hello 可能 沟通比较 可能就会有一点 不一样的感觉了 邱师傅说 出租车是服务保障 厦门会晤的重要力量 每一位出租车司机 都是厦门城市文明的窗口 我们应该更以 这个厦门会晤为契机 用一流的精神面貌 和一流的服务质量 来迎接我们 私材的宾客 以此来体现 我们厦门文明城市的 方采 本台记者报道 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 离不开广大劳动者 建设者的 望我劳动和辛勤奉献 昨天下午 市总工会 市教育局和项羽集团 联合主办了 《劳动者之歌》 迎厦门会晤交响音乐会 向劳动者送去 节日问候 音乐会特别邀请了 今年接受表彰的 2014至2016年度 厦门市劳动模范 以及全国和福建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共172名代表观看演出 无伴奏混声合唱 金色的云朵过夜了 在森林的那一边 等俄罗斯乐章 拉开了交响音乐会的大幕 今年的《劳动者之声》 交响音乐会 结合厦门会晤这一盛时 分为中国 俄罗斯 巴西 印度 南非等篇章 以交响乐 合唱 施朗颂等艺术形式 展现金砖五国 不同的艺术特色和风土人情 音乐会上 厦门爱乐乐团 厦门路导之声教师合唱团 厦门市教师朗诵艺术团 厦门六中合唱团等 演奏者和表演者们 用精湛的演奏技艺 细腻的情感 纯熟的演唱技巧 和投入的舞台表演 激发了全体观众的热情 现场观众纷纷抱以热烈的掌声 市委常委是总工会主席倪超 出席音乐会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厦门地铁一号线热滑测试 今天下午顺利完成 这也标志着地铁一号线 湖滨东路站到车辆北基地路段正线 已具备提供车辆和信号调试条件 所谓热滑 指的是地铁车辆在新线上 首次带电运行 进行线路供电系统 接触网 轨道 屏蔽门 通信系统 界线及车辆运行等稳定性综合测试 确认车辆和接触网系统 车辆和轨道系统之间的配合 是否具备地铁车辆开行条件 是保障运营行车安全的第一关 地铁一号线湖滨东路站到厦门北 车辆基地正线接触网工程 总长约25公里 在4月18号前完成冷滑 即工程车在不带电情况下 进行生工滑行 本次热滑按照低中高速进行测试 分两天完成 今天主要进行正线中高速热滑 中速为40至50公里每小时 高速为60至80公里每小时 主要是检验 向电客车供电的接触网 跟电客车的受电工之间的匹配关系 看它是否能够平稳地向电客车供电 从我们这两天试验的情况来看 这次热滑试验非常成功 据介绍 本次热滑测试成功 也标志着该段正线已具备提供车辆和信号调试条件 从明天开始 地铁一号线将正式展开正线调试 下一阶段主要就是开展我们的电客车跟信号系统 还有跟供电系统等其他相关机电系统的一个综合连条 本台记者报道 我是两环八社快速路网组成部分 西滨路高架桥今天建成通车 这段高架桥连接海翔大道 使得过境车辆和杏林西片区的居民 可以通过西滨高架实现快速出行 西滨路高架桥起于西洋大桥接线互通立交之前 终于海翔大道实错立交 全长2.37公里 分左右两幅主线桥 左幅主线桥自海翔大道往西洋大桥方向 长191米单向两车道 右幅主线桥自西洋大桥接线立交前起 一直往北通往海翔大道 长1211米 也是单向两车道 此外在右幅主线桥一侧 还修建了一条124米的扎道桥 方便西滨路地面的车辆通过它上桥通行 据了解 西滨路高架桥说是两环八设快速路网中 内环的组成部分 与姓滨路 新洋大桥接线工程 统筹规划同步建设 随着它的建成通车 从姓林大桥到姓滨路 以及从新洋大桥到西滨路 直到海翔大道 主线道路已形成完整的快速路系统 过往车辆将可安全快速地通过交叉路口 和周边村镇 同时 西滨路高架桥的通车 还可以极大的缓解姓林西片区的对外交通压力 这个方向就是连接海峡大道的方向 通过这个闸道 可以通到贯口 厦门北站等几个方向 姓林片区居民的 可以通过这个闸道 实现这个快速出勤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是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信访举报件后 第一时间转发给相关责任单位 各区各部门迅速行动 一方面采取措施 努力解决信访件反应问题的规定动作 另一方面也积极查找解决地方环保工作的短板 做好自选动作 位于环东海域的斯明园湖里园内 有小微企业上百家 附近是这些年陆续投入使用的居民小区 4月25号 在街道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 关于环东海域斯明园湖里园企业 偷排废弃的信访件后 同安区环保分局就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专门成立三个工作组 对园区的企业开展环保排查 排查中 环保工作人员发现 部分企业存在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未配套建设污染治理措施 就匆忙投入生产的情况 截至目前 同安区环保分局 已对斯明园湖里园内环保手续不全 废弃设施不完善 或不正常运转等 违法排污情节较重的企业 采取措施 已经立案或正在立案企业25家 查封排污项目11个 到现在我们已经排查了78家 对他们的相关的喷漆车间 还有一些排放灰漆的车间 责令停产 下一步我们还会联合金信局 还有我们西科镇政府 对这些非法排放的企业 加大力度做进一步的排查 与此同时 同安区加大对群众反应强烈的 集砖厂污染问题的整治力度 并在4月27号完成 对辖区内所有36家集砖厂的拆除工作 同安区还拆除一家高污染企业 并对6家存在污染的水泥厂 一家饲料厂实施停产 目前正在进行评估拆除或搬迁 本台记者报道 从5月1号起 福建省海域就将进入福济秀鱼期了 而且今年秀鱼期整体延长了半个月 在秀鱼期开始之前 我市的海鲜市场相当活跃 货源也都比较充足 那么在秀鱼期开始后 鱼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巴浪鱼 赤棕鱼 东山小馆 虾菇 这些都是本港小海鲜的热门品种 也一直受到市民们的喜爱 在第八农贸市场 不少摊点都打出了野生海鲜的招牌 来吸引顾客 记者注意到 每家摊点前的货源都非常充足 一边卖一边还不断补货 尤其是虾菇 带鱼等野生海鲜 更是抢手 商家告诉记者 由于即将进入休余期 这段时间他们都在储备货品 进货量比平时增加了20%左右 而一些市民的购买量也比平时多 不过明天休余期就要来了 本地野生海捕鱼将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些本地小海鲜 尤其是无法进行人工养殖的品种 将会逐渐淡出市场 这个会比较少 夏姑会比较少 夏姑它是野生的嘛 它不能养 休余以后有时候休息 那午夜要开始放海 就没什么鱼的 野生的比较少了 记者从海洋渔业部门了解到 今年的休余期从5月1号开始 将一直持续到8月16号 这比往年多出了半个月 虽然休余期的时间延长了 不过市民也不必担心买不到鱼 据了解 厦门超过8成的海鲜 都是从外地调货的 所以休余期开始后 冰仙水产品和养殖鱼类 依然可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不过品种会有所变化 价格也会有小幅上涨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我是2016年度 市场主体年报期限已经过版 但截至目前 只有30%左右的市场主体 完成年报 据市场监管部门统计 今年全市共有44.2万户市场主体 应报总年度报告 截至目前已完成年报 14.8万户 仅占总量的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的企业年报率创下新低 今年全市应进行年报的企业 共有24.55万户 但截至4月26号 已申报年报的 只有4.6万户 仅占英年报企业的19% 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企业 没有依法履行年报法定义务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 6月30号是报送公示 2016年度报告的最后截止日期 未按时完成年报公示的市场主体 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或标记为异常状态 据统计 目前全市已有5.89万户市场主体 因为按时年报被列入异常名录 特别提醒的是 连续三年不按期公示年度报告 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 满三年的市场主体 将被永远剔除名称 且名称被剔除后将不再受保护 只能办理注销登记 被除名以后 这些企业的相关的负责人 高管 他们的相关信息 都将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被剔除名称的 商事主体的董事长等任职 也都将受到限制 三年内不能在其他的商事主体 担任企业的董事 建设和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他们也会被 我市的其他相关部门 纳入私信的联合成绩 本台记者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 官方微博 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